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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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踏了Q 这叫做老猫笑素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这个 99当年期议的直播 在直播室 今天很新鲜热 有一个黄金的高sir 还有一个格仔人 自己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是阿鵬 如果大家有看有线讲波 都应该听过我讲过波 希望在花家姐 可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奇闻 要说花家姐的波 花家姐的波 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入球勢 肯定是好波 你知不知道有个听众 以前球彩台的阿鵬很好笑 以前 以前 现在不行吗 现在很好笑 比以前好多 此话何解 可能以前有看 现在没有看 可能就是以前 是不是你现在不好笑 很难说的 这个笑的角度 看看家庭观众如何接受 不过 认识阿鵬阿鵬阿鵬 都是想着笑一下 因为他也是很好笑的 懒幽默那些 懒幽默 懒幽默 其实是一件事 要坐在端正款里做节目 或者说的 我觉得 观众不会接受的 你知不知为什么 是 我觉得这样太老正 正所谓 好像高sir 我第一次见高sir 我想高sir 都是老正兴那批 老正兴 很厉害 当然不是 他真的可以 他讨论之外 他人生经验不好 所以和他聊天是开心的 而且怎样说到 不会生气 你说什么 我都可以回答到你的 你知不知道 有些老人家 不是 sorry 有些长辈 很小器的 高sir没有 因为大家始终有个代溝 有时候说一些 我不知道 那些东西 可能会踩到你戒 有些真的会立刻 给你面识 但高sir就不会 我25岁的Peter 全世界都知道 因为我们常常吃喝玩乐 别人说 你吃这么多猪肠 又猪肝 你怕不怕胆固醇 又怕不怕糖尿 我已经是怕 20年之前都怕 我20年都不怕 我今天都不怕 为什么 我今天都是25岁的Peter 他真是很刺激 你知道吗 很刺激 今晚 他又要吃鹅头 鹅头 你们说 那个脑里面 那个胆固醇 是极高的 还有些打针 打针我 那些药 但我不怕 但要回到这样子的底 大家不要乱来 你真是 你身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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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我到今天 我见到很多朋友 他们早上一睡醒 我们去喝早茶 看到他们吃完的东西 就拿到一个药盒 五六格 送药 就拍出来去吃 一一去数清楚 我说 我糟糕了 我说你们干什么 二十多三十岁的那些 他吃的就是减肥药 还有那些什么药 那些什么药 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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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那些人 就会吃什么 糖尿 降血压 一堆一堆 高sir 你这个药盒 你这个盒 你这个补盒 我说没有 对不起 我一早吃了你 我没得吃 我又不用保护自己 我又没有什么病痛 总而我在脑里想 去哪里吃 去哪里玩 心境开朗 你要学一下东西 到你高sir的年纪 如果有高sir的年纪 有你这个身形 我都希望 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他的身形了 怎样搞呢 不过希望 希望减肥肥 健康最健康 开心 我们的听众都很开心 今天第一次看到阿鵬 不是第一次 上次有一次 我就是和他一起插助 对了 顶了一集 说到当年的事情 阿鵬都很死多 很喜欢上当年 因为现在生活在香港 都比较困苦 和压力大 所以有时候有些 想当年很开心的事情 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如果想一起分享 除了看我们的节目 当然要进入 99当年期盟的群组 还有我们上次也预告了 今个星期 最后一个星期 就做免费的当年期盟 下星期开始 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就是给少少课金 就是这样 少少苦楚等于激励 我们三个月就收109元的早料价 就是说你头一个月给109元 可以看三个月的节目 不值了 即是每个星期有两集 任你看的 又可以任你下载的声音 可以不值 任听而已 如果睡觉你睡不着 可以听一下你的声音 听完之后 立刻上了 还有一个超级粉丝 叫周振角 他今天再三钉笃我 我迷清 钉笃你这么紧 钉笃我 他说我要听九哥奇闻 我又要 奇案是什么 就列了一轮的东西给我 就叫我要问花家姐 问我怎样给钱 我就说 直接给你 不行 我不拿他的 因为我们告诉他 我拿花家姐的户口给你 我今天计算了 我拿我拿给你 不是啊 现在我们在刚才那张宣传片 我们其实上面也有一些户口 大家可以 是的 不过现在你可以明天 明天开始进入 就是明天节目开始 之后 之后进入 下星期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好 周先生你听着 我知道现在你都在看的了 我会在WhatsApp再看看你 没办法 大家不要介意 我们又变成一个收费节目 你知道 如果可以不收费 我一定不会收费 我知道 我一定会派解放 我会解放 我也猜不到 你这些超级粉丝很厉害 他的脚 在夜晚当做管理员 晚上就托到他的脚 他以为 早上花家姐跟我一起去行山 他拿着脚 就捉到我去西贡 捉到我去西贡 捉到我去行山 我叫他不要 叫他三次不要 他说不行 我一定要行山 今晚不见他 今晚 今晚会不会 然后他就 他就 他就跟着我尾 他就跟着我尾 我唯有后面抬着他 搅着他 用了我两个小时 多谢小周 希望你继续支持我们 真是会给钱 希望 早会康复 最重要 Johnson Wong 第一次看直播 欢迎 希望下次也继续看 另外 Patricia 由德萨斯州 那里 叫哈佬 德萨斯州 你的观众层面都很赛 平时我认为我做节目 那些已经很赛 上至C好 下至地盘好 怎料你们现在 德萨斯州也有 坦哥 你知不知 我们香港很多人移民到外国 但他们的心 都是在香港 所以 看回我们当年奇民 回顧香港以前的发生的事 其实他们都很想听香港的旧事 有没有一些毛利球师 或者一些偏远 西非 就是阿罗阿图的 阿罗阿图 未出现 但西非有一个 西非 最远 西非 加拿大和澳洲最多 加拿大和澳洲人 有些朋友在那边 因为说真的 没有太多娱乐 他喜欢听电台 或者听网台 所以 我很多朋友 有时都有听网台 不过这个时间 好像他们的日头 早上 澳洲好像差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所以他们有时可能 在上班 就看不到直播 重温 下个星期开始 如果大家做了我们 这个节目的会员 可以随时重温 什么时候重温 可以 维持三个月 三个月才 109 109 真的 坐过去吧 不用 喝茶都不用 都不止这个价值 一个月后 正价 139 我们都有付出 我们就不是这样 你放心 空口说 有杂料 是啊 我高sir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不会拿这些 故事 但是一做这个节目 就迫着要拿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被我拿了一些枪 逼他 不是 在桌底 最主要一件事 这个节目的 是极度只有质素 以及我们的制作人 也有质素 其实都是必须的开支 Wu Check Kid 就说 你们之前也说不用付费 我是说 之前的确是不用付费 我们也没有说过 从来没有说过 永远不用付费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台 其实怎么转 你没有这样的地方 去做这些 没有什么设备 灯光 导演 主持 成本也是要的 我不知道怎么转到一个 最主要的就是 我没见你下广告 我们不靠广告 你不靠广告 因为我们会骂广告 你那些租广告给我们 在哪里支持 一定是要靠一些网民 而且说真的 你们也算是可以的 有些狮子开大口 有些几个月几个 真的不是开玩笑 几个腹肌 几个腹肌 说真的我一定没有了 但是真的 如果你说三回计 这样的价钱 绝对超正 最主要是你自己喜不喜欢 如果你不喜欢 你一毛钱都会觉得贵 对不对 香港人都开始喜欢在网上 在网上消费 或者在网上买东西 或者用钱都可以 开始适应了 总之 继续想看 就要支持我们 否则很快就是这样 成为这个救命 又变成了救命 九九奇闻 过奇版 既然是星期五六日 五六做 我突然想起 令我想起这个广告 星期五六去哪 九九多年奇闻 这一单就看到 我来听一下 我先听一下 永安本周末特贵 一南中毛布新花睡衣 舒适耐用原价 每套95特贵55 隔声麻了膠 方便实用容易收藏 原价118特贵88 麻了牌 颜色多了 吾易壮风 六分半原价235特贵168 七分原价250特贵88 热得新奇滚足胶棉地拖 吸水力强不用濕手 原价118特贵75 今个星期五六日 早点来永安 好经典 看完这段 他扮到 你知道我以前 因为蕭梁先生 他的声音好听 还有高低语调 你知道我把声 沙沙地 我小时候天生沙 小时候 听到他的声音之后 我常常在家扮 这个星期五六呀 我刚才说到 声音是这样 五六呀 快点来永安 扣选你心爱的礼物 或者那些礼品 我常常在学他 那些 除了扮哥哥一次之外 你扮阿Sero 不 因为你那时有神魂去扮他 因为你喜欢他 你喜欢他 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那些声音 而且以前 除了这个高高之外 高sir 应该有印象 他有真人站出来 他就在货品旁边说 你找不到 这个我找不到 你找不到 这件衣服169元 今个星期特价69元 即他有这种语调 那么厉害 人购买出来 这些值入息 就简单不明 例如我想买件衣服 你179 减到79 我就去买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现在你发觉 很多公司 他想很多办法 很软转去说些东西 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比起这些 这些更容易 直接得多 即是你立刻引起购物欲 你做广告 如果你看到真人 立刻指着那样东西 或者当时 你立刻想到 是的 你真的要去买 你知道吗 我家里很穿屋 有几箱的东西 是未开过 都是好像在这些行商场 买的 是未曾开封的 现在我就拿出来 都插出来 我是送给人 但刚才他的广告 我觉得是很仔细的 那些麻雀 原来有6分半 还有7分的麻雀 有的 我不知道这样分 因为麻雀管那些 又不同 特别一点 厚一点又大一点 因为你甩都难一点 但你普通那些 也有分大小的 我就说他很仔细 6分半 说给你听 你6分半那些 普通打麻雀 如果你打台湾牌 他要多打两三个 再小一点 就没有6分半 只有4分 我想起销量的声音 我想起我以前 其实我真的读过 几年国际学校的 是不是真的 真的 国际学校 我们不讲坦白 又住尖沙咀 有观众知道 有观众知道 我的同学都知道 那么厉害 你知道英国 英国有些英文高低语点 对 美国就是R 那么重 我记得我当年 英国英文老师 我认为 我叫Steven 我认为 Steven 我回想起销量的声音 高低语点 我回想起以前 我什么时候都是 Steven 就是叫我Steven What's going on 我回想起 这件事 跟销量 很好听 其实英国的英文是好听 他的高低 等于销量这些 虽然有些人就说 很厉害 但是我们以前 那些年代 没有说很厉害 以前就是听 旋律 等于以前听周旋 徐小峰 赛琴的旋律 你是觉得好听 不会觉得他 做作 如果今时今日 是这样说的 是拖到我妈妈 不记得了 但这个星期五六天 你不可能 但以前你听 你会觉得 很有技巧 很想去模仿 但现在就当然 不要这样 现在就变了 老土了 简单直接 不需要去办什么 你五六天 不用了 这星期五六天 现在不用了 上网上淘寶 他们都按按按按去 去买 你五六天 就不用这些 那种独特的康调 就是永垂不老 香港有没有找到 类似这样的声音 来说 一个广告的人 其实他算是先河 可能之前有些 有没有 我不知道 就是要问高尔 一年多 我们未必接触到 但如果你计算 我认识来说 他算是表表者 你认识 我相信现在很多 看着我们的直播朋友 都会说 是的 我小孩的时候 听这把声 其实一听这把声 就很想黏在电视机 那会不会立刻去永安 买东西 那就不会 太贵了 太贵了 小孩来说 大人都不会进去买 我们的中亚层 是比较贵的 对 以前我小孩的年代 有两间 一定不敢进去 一间永安 一间仙司 这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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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都不用想 有龙子行 龙子行 都不用想 这两间 你叫做中常 其实很多打工仔 如果有机会 在这两间仙司 永安卖东西 简直是生日快乐 真的 真的 我们的听众 小时候有没有本事 在那里买东西 其实我爸爸 真的很好笑 我爸爸小时候 做过孤里 在西环码头 一个月出粮 想买一件漂亮的衣衫 都不是 在中国国货 我们也是 在大地牌 大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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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穿那些 真是惨 你去先施永安 有个有钱人 Kitty Wong 说她妈妈会 她妈妈会 她妈妈会 买货 还有一个Ember Wong 她从小到大 都是穿名牌 这些不同 如果普通平民 在中国国货 南方国货 太好了 现在永安就比较平民化 平民化很多 现在永安 反过来 我大了 我都少去永安 还有先施 Jerry说现在上环 还有分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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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九龙那间是先施 还是 先施 尹马里 尹马里 永安 还有 还有一间 好像在荃湾 全新天地 那间 是先施 全新天地 为什么你旁边的那些人 那么熟 因为她也是荃湾之人 因为我也是荃湾人 不如叫她一起做 Bren Wong 还有美美版科公司 美美 好东西 这些真是 Bren Wong其实移民了去加拿大 你美美在哪里 知道吗 我告诉你 尼敦道 加拿大街 现在没有 十多 不知道是十楼 还有吗 我不知道 现在还有 现在没有 除了美美之外 有一间 应该就没有那么厚 大一 大大 或者大大百货 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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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在门口 因为想哄小孩子 有些棉花糖 是 是 好像笑话江湖 是很开心 大大在黎智角度 现在变成了酒店 现在 你不是住在那里 我在黄国 大大 在黄国 现在变成了酒店 那个 是 不是 是不是联合广场 我记错 联合广场 联合广场变成了酒店 人家说Bren Wong没有了 大大当然没有了 大大收拾了很久 他说美美没有了 那我不知道 但是有人说有 我只知道在黎敦道 阿加鲁街 我见到家庭观众说 鱼画国货 现在还有 鱼画 鱼画就是我爸 因为是潮州人 出去喝茶 最喜欢在鱼画的国货买茶 茶叶 茶叶 鱼画在佐敦那间 因为我一家最大的 佐敦 他顶楼以前有过 类似呼乐天地 有些小朋友的游乐场 还有那些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以前的 魔术 朱氏魔术 有啊 那个很出名 朱氏魔术 通常在顶楼 通常有很多百货公司的顶楼 就有一堆 小小的朱氏魔术 就变成什么波 中国童环 三个波 变成一个波 三个杯 那些 我以前很喜欢玩魔术 又对吗 你 我什么都对 小孩子有什么 穷到死 玩就什么都玩 你知道吗 永安 我老婆对她 有情意结 这么重要 你知道吗 我现在存在月曆 十年前的月曆 我还在那里 是吗 下次再来看 我告诉你那些月曆是什么 为什么要存在月曆呢 因为月曆里面 我们做什么 就是在月曆的一格格写着 还有他有个风水师 在那里写大事物用 今天适宜什么 就写 我告诉你 我老婆就看着那些 叫我不要做那些 我就避掉她 有些人写那些东西 例如叫我干什么干什么 开会 签物童 咦 今天大事物用我 就不要了 退后一日 他为什么拿回十年前的东西 来对回 看能不能 好东西 所以 我现在的月曆也是 初时要买四百元 就会送月曆 接着就买六百元 现在只买八百元 我没有钱也好 也好 我捕着我老婆买卡 就买够八百元的东西 就送我月曆 有一年 我真的连那个 买卡的钱都没有 你问我怎样呢 我就去找月曆 夹旗 不是 我就是上还那个永安 你知道吗 我站在看人家买飞 那些人拿那张飞纸 就要去换月曆 他没有换 我接着问人家 你有什么给我 说真的 没什么人想要月曆 高sir 你这样说 就等于现在的那些 有些司拉 等于去那些百家围康 买的曹印花 看人家要不要 高sir 你不要我便说 高sir 你不要 我给他印花 我只差两个印花 站在门等 等人家 是 我告诉你 我个人不怕丑 但我想要那样 我要那样 我一定要拿回来 例如老婆 是啊 这个类似 好吧 老婆未必 很难说 Fish Show 露得了 吉利市 超急市场 我没听过 什么吉利市 吉利市 超急市市场 这些是西域 应该是西域 他说以前在彌木树村 有一间 这些西域 这些西域 不知道 有些村屋 有些名字 其实很多 譬如有很多 南方角货都少 南方角货 在西环以前有一间 华蜂角货 如果你说在北角 以前暴动的时候 华蜂角货 就是打得最劲抽 暴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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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散开 那个华蜂角货 是当年1.67年暴动 我还未曾做警察 就是我阿sir告诉我 他在上面 游省下来 不知怎样 很危险 那时候暴动 暴动那年 我看很多老人家 我爸 那时候那些菠萝很恐怖 其实那时候 他们说 很多在国防施 製造 躲在货仓 走到他们搞出来 但是这些东西 是传闻的 不代表我们 传闻 传闻 阿菲徐说 海洋中心尖沙咀 有吉利市 绝对不是小店 吉利市 海洋中心 因为我少去海洋中心 我这些年纪 小时去出奇老鼠 或者是天星 落地打机 其实天星如果大家有印象 下去直入麦当劳 转左就是那间 天星游戏机中心 转右就是督波 我相信大家 如果和我贪了一年多 我这样说完之后 是呀 壞鬼 一人就尖东出奇老鼠 你是不是那条斜坡 上上面 旁边的小巷 出奇老鼠 他那个天星河在哪里 是现在巴士总站 对出那里 刚刚斜位 就有一条大路 下个楼梯 下楼梯 直去麦当劳 就是那条楼梯 是他下去天星那里 直入麦当劳 转左游戏机很大的 即是地牢 转右就是灼球 灼球 我们进不到未够秤 转左游戏机 以前不断砌 即是出奇老鼠 是游戏机中心的名字 那里不是出奇老鼠 那里叫尖东 星光行 那出奇老鼠是什么 出奇老鼠是尖东 你可以玩一下车 可以打游戏机 它有一楼二楼 有没有人玩过 应该有的 出奇老鼠 那时星光行 就是梳氏巴里道3号 那地方 因为我公司现在在上面 人记得 KT-1说挺大的 下楼梯 你说得对 有麦当劳 很大的地方 已经整理了很多次 其实它转了很多 因为那时我们打游戏机 另外我出生的 即是我在住那里 其实在我 大家如果有印象 Ossi Dindo 有一间 熊鞋儿游戏机中心 是很出名 很多明星都在那里打游戏 我在那里碰过很多明星 明星在那里打游戏 成龙大哥在那里打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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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打游戏 飞机 是打游戏 成龙大哥怎么会不会打游戏 那些打游戏 是的 我解释给大家 我常说的 你先听我说 我不是吹水 成龙大哥是打那只飞机游戏 是叫什么名字 叫A计划 A计划 真的吗 真的 有只飞机游戏 你们试一下 有只飞机游戏 叫A计划 是那一部电影之后 是的 他在那里打游戏 我们就去参加他 因为有pay one pay two 我们入钱去参加 我有时就攬炒他 你是不是放一元在那里排队 不用排队 他打pay one 他当然 大哥有很多钱放在那里 我们这些小本经营 一两元就跟他打 但我们技术好 吃了一两元去爆肌 但你手挂比你 那不关事 他不会打小孩 他不会打小孩 他还要问他 有时我们打得好 他说我都死了几只 你不用死 那些 那么搞笑 因为那里住很多明星 其实很多明星在那里玩弱 原来他们都会下机 还有在红鞋的对面 很少年 刘sir那间保力桌球室 有很多明星在打球 当年刘德华 三哥那些 在西方都打 董彪也是住在那里附近 董彪就不会打球 董彪就是去那个 开拖的 阿彪叔 不是 阿彪叔 有Anita Tam都说 见过是红鞋2 有成龙 真的 这些大家有回忆 如果是的 成龙大哥专门打A计划 专门打飞机 又不是说笑 但技术就不是好 当然 他们这些 还要是阿彪和成龙一起打飞机 再一个我们真的对得专门 这个画面真的 不是啊 我很多朋友都和成龙大哥 抗个机 我们那些叫抗机 抗机 不断抗 知道吗 不懂我没有打机 缩折 不是啊 那他不玩这个 不是啊 我也是代沟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他们搞这些机 因为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 不是啊 天天很多人问我 有些人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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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哪个时间呢 你现在送很多东西给我看的 我回到家都没得看的 好了到先 那先看看 Helen Choi说 出奇老鼠是薄饼店来的 出奇老鼠 不是 她有东西吃的 又不是 她是一个 有些儿童乐园的感觉 有东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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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一个小朋友的乐园 当年周星馳也在那里 我都撞过星爺在那里 他那时候做了四三五穿梭机 那时候他也不红 他做四三五穿梭机的时候 昨天说真的 一说出来大家知道 星爺那时候是出奇老鼠 我真的没有去过出奇老鼠 沾东 噴水池附近那里 好像没听过 那你都没有出街 我童年 我也是 你现在带我回到以前的香港 原来是出奇老鼠 这个很厉害 这个就是文庆州 文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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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覺得感覺高高在上 因為來到我們是年輕人 而且我還未夠寂寞 那時候要16歲 我還未夠16歲 偷偷經常叫他打電話 弟弟出去 我說先打電話 他說出去 那時候我經常被人趕 很有趣 想起回憶真的很開心 很開心 他還未夠16歲 也有這麼多錢去打電話 已經打飛機了 我們沒有 只有兩元 為何我兩元就下街 睡衣有時候睡衣套件外套 因為為什麼 那時候沒有錢 二來沒有什麼三張 一兩元要爆機了 我們打那隻泡泡龍 因為它無限復活 九個九版又再不斷打 我們一天可以一元可以打 真的打一整天 大家如果有玩過泡泡龍就知道 我們打到俄羅斯方塊 都可以 因為俄羅斯方塊去到九個九關 最快之後又變回慢 所以我們 我們很熟悉 我們是機迷來的 機迷來的 我現在有打機 我現在買了什麼月光寶盒4的 街邊出的 現在回憶 打回街機 六八個遊戲 全名叫做出奇老鼠薄餅樂園 沒錯 沒錯 有人說出奇老鼠 類似現在的美國冒險樂園 又不是 美國冒險樂園是沒有東西吃的 現在你是有東西吃的 其實出奇老鼠屬於少少兒童場 兒童場 當然 你一定有大人陪同小孩子去玩 所以變成很多小孩子 所以當時我們最記得 一星期六日 就說 爸爸媽媽帶我們出奇老鼠 你知道爸爸媽媽喜歡去永安 線詩 走 我說這個時候 已經很富裕了 不是 只是滾 就是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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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以前小時候 高Sir可能不知道 未必 因為我們的年紀有點不同 我們小時候 有機會星期六或一星期日 去麥當裏吃個餐 或者去大家樂鋸個扒 就已經是人生的大力享受 人生的大力享受 真的 那時候 是的 今天有位Rae Ho 不知道是用簡體字 他說 當年警察夾組足球隊 和魚丸組足球隊對戰 但跟我們現在的話題有什麼關係 每次都打架生場 每次都是打架生場 不奇怪的 跟我們剛才的話題有什麼關係 不然很久他看到我們 突然跳去 足球 跳起一個人 我以為他在說一些 關於買東西 百貨公司 那些事情 不要緊也沒有所謂 我們這些吹水節目就是這樣 沒有所謂 其實你們不知道 我的子女小時候 是兩三歲的時候 我是喜歡帶他們去超級市場 就是那些大的商場 是走的 最靈的 那不是很多試食的 我們跟他們試食 你知道我那個時候住在什麼 住在沙田河盤花園 我就去沙田沙田沖濕 那個叫做新城市廣場 新城市廣場 那間超級市場 多東西吃到你鼻子 那些大姐 看到他們吃得很好吃 做多一盒 做多一盒 人家還有一盒 真的飽 你真厲害 這個爬真的 還有 吃了之後 他們要玩的 我帶他們去冒險樂園 冒險樂園 有些鱷魚在那邊 夾夾夾夾夾 夾夾夾 夾夾夾 那我就跟他們說 假玩 爸爸現在沒有錢 那不斷夾夾夾 他怎麼假玩 你拿一個去打 沒有人入排隊 就打 那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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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車要進去 因為會有唱歌 那你就先坐下 那就當 一場開心 這個爬 其實他帶子女 我認識高Sir 就是零消費 而令子女又飽肚又好玩 因為我試過都是 那些車 我們年輕的時候 沒有人坐 我們坐著舌櫃 然後見人搖 有些人入了錢 有些機器 就一個人搖 那你旁邊那些 你沒有入錢 一定不動的 我們自搖 自己搖 那些我們自搖 其實我們自己搖 自己在裝搖 那你沒辦法 我們沒有錢 沒有錢就是這樣 其實說真的 以前的社會 是比較窮 那一批多的 我們爸爸也不太有錢 是後來可能做生意 才找到一些 以前窮到甩褲 我由嬰兒班 去到三年半 就是嬰兒班 到三年半 我一個沒有力量用錢 是呀 五毛都沒有 但是後來你有兩元 之後 我說的已經是五六年級 開始 爸爸做生意 都找到少少 有幾元 我以前可以貧錢 比梁天來府 那小白菜 快些現在沒有錢 當然不是啦 這個世界公平 先夫後條 希望就是這樣 你說到剛才玩那些碰碰車 我想起以前我們 就是沒錢玩碰碰車 那什麼時候可以玩呢 你以為 一年只有一次 一年都可以玩 你說生日 你說生日 你以為什麼 當然是過年的時候 沒錯,就是年三十晚拿了利是 馬上跑去我那時候 年三十晚有利是嗎? 年三十晚吃完 四年前就給了利是 但我很怪我,睡了覺 我白鬼鬼鼠鼠吸進來 聖誕露人嗎? 不知道為什麼有聽眾說到去吃 Billy Law說小小時候去紅屋吃爬 紅屋出名 其實是貴的 其實有一間叫紅屋 有一間叫牛屋 牛屋、紅屋都是我們年代 偏貴了一點 因為它的標誌 牛屋就很大隻牛 很多間 尖山、佐敦郵 香港 不是紅屋呢? 紅屋是不是銅鑼灣 應該不是一、兩間那麼少 是多的 這個年代 紅屋我反而接觸少 牛屋我接觸多 牛屋就多 它的標誌就是牛 我兩個一間屋都沒有去 我去金鳳 金鳳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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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一牢 是貌 音樂 金鳳便宜 質疑 豐厚 贄 賣 老闆 金鳳便宜 華 在八卦盤還沒倒閉之前 他們是我的飯堂,是免費飯堂 我經常帶子女兒最窮的 那時3300元租了一個河門花園 一個屋子,我睡窗台 女兒又出生,又沒錢 那又怎樣? 那時我有幾個大計 發達大計 但未成功 未成功就要熬 那些子女,有些同學問他 爸爸有沒有帶你去冒險樂園玩? 然後帶你去逛街 那時候我怕他的臉不太好 爸爸帶你去冒險樂園玩 我不用錢 他以為不錢,不是要搶錢嗎 今天不搶錢 我們找到錢 現在你先插彎 由我開始的時候 灌輸給子女兒 如果你想擁有那樣東西 你現在也可以去玩 但你自己去玩 對 其實你這種教育子女 我都覺得OK 你又可以令到他開心 可以去玩 但你又可以教到他 錢這方面 你自己現在未找到 你不要亂來 到你有的時候 你玩一點點沒問題 對 蔡廉文你好 好爸爸 發覺聽眾突然很想 不斷趕吃東西 不要來 有所謂 突然很開心 我也做過美食法庭兩年 OK的 你說吃東西我也可以 但我說的吃東西是近年的 那些現場 家庭觀眾可能在說那些 家庭觀眾 等著我們電話開 可能在說以前舊一點 一定是 我們要說舊一點 Eletta也說 她說佐敦到牛屋 這間我吃得多 佐敦到牛屋 佐敦到牛屋 在佐敦有間牛屋 比較出名 如果你住尖沙醉 或者佐敦有馬地一帶 其實除了牛屋之外 譬如你說那些什麼 麥文基 那頭 澳洲牛奶 義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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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在那裡 在佐敦那幾條街 百加士街旁邊的那裡 沒錯 就是在那裡 不從街百加士街 這幾條街上最出名 多些老字號 因為麥文基也是 很好吃 不過麥文基 對我們法育階段 那時候來說 兩住 兩住 是否有主要下班 真是慘 跟元朗一樣 到底不一樣 又是好吃到鼻子 大家都知道 但有少少 Official說 有個傘全身 是貼滿八百盤的膠紙 在Food Court那裡打凳 現在都有 現在都有什麼 他不是貼… 即是膠紙人 即是膠紙人 其實那個是傻婆 見得多 有些花 有些東西 插到參花掛紅 全身都來的 戴頂帽子 是女人 即是有雜誌拍過他 好像有電視劇都做過 我忘記哪一套 當然 看家庭觀眾記得 有一套電視劇 又類似扮 插到花在雙平上 不是的 全身都是 穿花袍 即是花衣服 插到滿面都是這樣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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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沒有騷擾人 人家見到他開心 對 他又見到你 但他互不相關 即是他有他的世界 你有你的世界 阿彭真是吹得他 我們由這個 永安百貨公司 不允許廣告 吹吹吹吹到膠紙人 好了 我們本來想去下一則新聞 先回來 好 Penny E說遲到 遲到 遲到 你願我永遠心裡也一樣 我是阿Mil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宗童年的回憶 這件事發生在八、九年 我們小時候都很窮 住木屋區 每晚都蛇出去 有個活動 去政府找彭搭的臨時街市 偷生果吃 因為吃生果 當年也是一個很奢華的活動 還要偷 那些紙皮箱就不像現在 用膠紙貼著的 通常都是四塊染 一塊搭一塊 就當封了 這樣呢 總是有個洞 每次就伸入紙皮箱的洞 去找找那件事 什麼時候再偷來吃 香蕉一摸就知道 榴槤一摸就知道 誰知道那次有個朋友 一偷完之後 就馬上吃了 然後就瘋狂大喊 再在紙皮箱打到地上 那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那些臨時街市是沒有燈的 他呢 拿了個青椒 就當蘋果那樣吃 那你知道一個生的青椒 裡面連核吃 就不是一個小孩 能夠頂得順的事 這件有趣事呢 就說到現在還在說 那一件叫青椒 天歌 情殺 弱殺 滋解 連環殺人 默默驚心獨怕判情 卻在东头弯道99号 第一季一共99集经典重温 首次推出后 得到一众奇岸迷支持 反应热烈 现在次推出市场 如果你都想收听收听 请马上登入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请S1计划 或者以129元 入场收听部分节目 感受奇岸的震撼力 无论吃雪糕 做肥肃 臭小孩 打烬烤 还有 你又犯了吗? 总之每分每秒 总有奇岸如理上座 西藏奇闻鹿 一流一讽 十大重反面相 李小龙撤死之迷 暖足癖 食光奇人 无底深谈第一季 网上重温 只需一百零九元 年同东头湾到九十九号第二季 同客次回来第一季购买 三合一套餐 也只需二百六十九元 还不快点行动? radio99.tv 一网打尽 十点半时夺 暗黑组合 无恶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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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最好玩的 只要我们说 无理分享大家一齐 好像差点 是的 没错 这个出奇老鼠 所以另外 原来好像听过 其实我们之前大家没有夹过 没有夹过 但是因为说完之后 勾起我又勾起很多东西 大家勾起很多东西 其实很棒 刚才我们有个童年回忆大调集 刚才中间穿插 其实都是听众 好像刚刚Mill Mill就是听众的主持 他说回小时候 去那些临时街市 有妈妈去偷人家的食物 有个朋友刚才听到 偷生果 整个以为苹果咬到他的口 是青椒 苹果肚子很难说 不是啊 那些布囊是在盖住的 生果和菜单差不多 在旁边坐 大佬年轻人 伸手 布囊便摸出来 所以这些其实很好玩的 大家其实每人 经历了不同的生活点滴 你透过这个节目 可以大家互相分享一下 大家放松一下 而且我家里喜欢回忆 回忆是最美好的 通常人年纪大便会 会的 你知道吗 你没有回忆 你会变成年纪大了 失益 对啊 老人之外 你没有回忆便失益 还有一个人回忆便不要玩了 集体回忆才不要玩 一起回忆 Andy Wong就说王上王是什么 王上王立场在彌敦道 近着亚佳佳佳佳佳 是谁 是的 孤爷 王上王金丝猫 金丝猫 说起 其实我告诉你 金丝猫 金丝猫 金丝猫一只叫做挺大佬的 我们那时候玩金丝猫 我很熟悉的 为什么呢 金丝猫就有几档 等一下 王上王是一只金丝猫 不是 是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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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很 王上王那些是用了畜业玩的 老督 黄霞怡 我们玩那些 林冲教头 那些金丝猫 最贵就是林冲教头 25元 然后去到 如果抽 就有机会抽王上王 朱八戒 唐三藏 方世玉那些 即大金花那些 我很熟悉的 因为我很喜欢打金丝猫 我自己试过 上山竹 怪不得 我们一说吃 人家说皇上王餐厅 你没想到金丝猫 那我勾起了一点 好了 其实王上王 你一说出来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很多东西 回忆起 那些立场 王上王立场 还有古老餐厅 那些东西都挺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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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就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去试过 那些荣 mache貌店 那些东西都挺有回忆 我说吃到真是有要 虽然没了 因为1999当年其民 也要有一些奇民 来讲一谈 不是文不对题 当然我们可以集体回忆 有什么好事 有件好事,1988年,加計會有件事要阿鵬來評論 為何要說這些事? 加計會,古靈精怪的事 加計會,如果我甚至有說過 許冠文有一部電影,劉文和弟,黑丐什麼? 許冠文? 什麼皇帝? 二皇帝? 一群人在大陸來,為了要少少錢 就去加計會,還競爭 我知道,很多年前 很搞笑的時候,他捐完之後 打算拿幾個水,好像五個水 誰知道他打算拿錢的時候 人家叫他拿身份證出來,沒有身份證 當然他捐的過程當然很搞笑 看到1988年,加計會叫貧窮 貞子銀行很窮 即是不夠貞? 不夠貞 因為上半年,只有九個人捐贈 嘩,那麼少全香港 上半年只有九個人 計算香港,那時88年人口也不少 幾百萬 九個捐贈 但是,你知不知道 88年時,如果在油麻地 佐敦和有多少人捐贈 每天晚上,整條街都沒有了 有些人都是捐贈 但是,說真的 如果你說上半年只有九個捐贈 嚴格來說,有百多萬人是浪費貈 你可能用紙巾抹了 或者整個浪費貈 有百多萬人 其實1981年,開始有這個貞子銀行 因為有些人生不到的 要人工手印 那就要找人幫忙捐 捐好的貞子出來 但問題是,原來一開始之後 每方月下 譬如說,初初有二百多人 後來就百多,然後就幾十 不斷地下降 會不會是新市坑呢 你知道香港人都喜歡 有時排隊熱潮 買iPhone 以前葡撻那些都排隊 那你捐贈一樣 你新東西 有證券 平時都是,還要有錢的 一百元 當年嗎 一百元 一百元 八一年一塊水很好用 我們那時候八一年應該是 他現在一百元 就是九一年 九一年一塊水就不好意思 九一年一塊水 沒有意思 夠水 夠水還沒夠 這個貞子很寶貴 不是 你捐贈 你不是說甲阿月捐 他都收你 赤一赤 赤精 三代 三代 看看你有沒有遺傳癲癇 你製造精子出來 找傻仔出來 你製造傻仔出來 不是 你應該要檢查什麼袋 檢查什麼袋 檢查什麼袋 他就這些條件 就看你們是否合格 就要18歲至45歲 這樣就可以捐贈 難道67至到91嗎 一定是這些 18至45 要是男士 他這麼開心 不是啊 我還可以捐贈 說些端精你這麼開心 不是啊 我還會遊會走 我還會很快 身體要健康,沒有遺傳疾病,沒有愛滋,沒有肝炎,性病,糖尿病 有沒有? 沒有,肌炎就知道了 要生育能力正常 這樣就行了 不用說了 我帶著子女主席自己 一定沒有問題 我就不敢說,我還沒有 你肯定通過了 你肯定到處播放 你肯定到處播放 我怕待會叫爸爸,不要亂來 沒錯,就是這樣 如果成功捐到,可以獲得居馬費一百元 那都是善事 我知道,91年一塊水 坦白說,我有印象 跟女朋友看一場戲 吃一點東西勉強可以 但多就一定不行 他們當是居馬費,不是人工 他們當是一個善舉 是的 我知道,捐贈就當是捐血 只不過是捐血 可以馬上刺 但捐贈也要讓它撥起 你又知道嗎 現在你這樣捐發,你知不知道 大陸是怎樣捐發? 你又知不知道 有個女孩子幫你嗎? 不是啊 真的嗎? 真的嗎?你試過嗎? 不是我試過 蓋世英雄 對不起 如果你講那些大陸捐贈 去醫院捐那些 給中下層那些 如果他有錢那些又怎樣 去大學找一些大學生 看他有幾個優 幾個科量 這樣才可以講 比是一萬、兩萬、三萬 我明白你 就是他優質的 是優質的,找那些 有很多高分低能的 不是啊,他看了他的那些 他會跟他聊天 了解一下 心底善不善良 最重要是高不高分 因為他兩夫妻會跟你聊天 他要你的jeans是可以的 給的錢是一萬、兩萬 或者幾萬 如果生了一個兒子 就再給幾個獎金 他這些就是要你的jeans 很厲害 不會隨便找過 我想有沒有聽眾 曾經有捐贈的經驗 可以來分享 是啊,真的 是不是真的一塊錢 我想問是不是一塊錢 我想知道過程 是否好像蓋世英雄裏 那個護士是會給一些 那你一定 那你一定 你靠幻想 我那天心情不好 沒有幻想 可不可以帶女朋友去呢 這樣啊 這樣就不是捐贈 那你借房子做愛 這樣就不行 房錢節省 你學一下 那如果你說到做愛 你就知道 大陸他怎樣做 他捐了 那個大陸生捐了兩次 都成不了人 然後那個老公說 不如這樣 直接做 直做 直做 然後那個男生 不需要 給你五萬 你總之搞到我老婆 用錢令他沒有尷尬 對,沒有尷尬 為何你這麼熟 你就是給錢那個 哈哈 我就經常看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經常做節目 我們要讓人都識 下次帶我看 先帶我 又不是那個老闆 大陸是那些 我今天找到他有個復活 他說 300元一次 現在 通貨還漲 你都要貴 你沒有來做一塊水 一塊水做不到些什麼 但我查到 應該08年沒有了 因為家具會沒有了那個精子銀行 2008年的時候 因為 是不是變成聲展銀行 不是精子變成聲展 是由養和接手 養和醫院 養和有些可以搞 私家醫院就貴 還更加好 但是我以前 常常都不解為捐一次過千 我常覺得 你捐血真的馬上抽就行 或者驗了血就行不行 但你真的有一個步驟 我才出的 過程比較珍貴一點 我才出 我不會無端端 除非你強暴我 否則我又要有手力 我又要幻想 如果你是過千 還有人去捐雞 沒有人去捐雞 沒有人去捐雞 我明白 至少有個 或者你可能 你捐贈的護士很美 或者很性感 但他都不會站在裡面 不當然 站在外面 撲低小胸 你其實不用這樣 如果你真的要捐贈捐得好 有一個辦法 現在日本出的那些假公仔 或者飛機杯 不是飛機杯 是假公仔 會叫我 你知不知道多少錢 不是 你知不知道多少錢 一隻 大約2萬2元左右 為何你這麼熟 我還很懷疑 我都認識的 高太太不懂我看 現在你在元朗合憶街市 商場裏面三樓 有一間店都會訂這些 你真的很熟 你說我就認識的 高Sir 你去我家參觀嗎 你看我隨時請你 你想玩什麼 班家姐 那裏他訂日本的膠 皮膚跟我們的手似 你做一些手似的東西 是嗎 OK的 他的下體也是一樣做到這麼漂亮的 軟軟軟 軟軟的 所以如果你說去捐贈 如果那個吸收精 找一個機構 找個這些 弄上學生妹的樣子 不行 他又不可以把事情醜化了 走失敗了 不行 你可以捐了下去之後 他就可以吸收了一滴都沒有了 很像是他要裝正經去做一件不正經的事 是啊 他又不可以 所以他就給你們一本鹹書 其實所以一件事 他們就不知道想想 如果用個鼻隱套 用個鼻隱套去下載鼻隱套 在鼻隱套的一袋 就拿出去 他也是抽進去 但會不會怕有些膠質 鼻隱套那些 不行的 應該不會給別人 肯定的 可能鼻隱套 可能鼻隱套裏面有些殺精 或者令到他可能差一點 可以 可能一些科豆下載之後 會不會一樣 如果捐贈這麼少人 連製一種鼻隱套 好像鼻隱套那些 一定是 那些精落後不會死 還可以大大隻 會變大精 聽完先 牽香音可能真的捐過 我會議 他說護士會敲門 催促 催促禮問你OK嗎 不是吧 如果這樣 根據那部電影就是這樣 其實是要的 為什麼 很簡單 假設我跟高尚一起去 我們搞幾個小時都沒有料理 人家是吵的 搞了快點 等於你去召妓 有些都說 快點 打開門 大佬搞幾年 下手等著 你始終拿出來 雖然捐贈沒什麼人等 有時間的 鵬哥你被人敲門沒有 如果你被人敲門 你還需要做 什麼都軟了 沒有 你說以前去大陸玩 人家走去你的酒店 敲你的門 你已經是軟了 已經很誇張了 敲門 什麼都不能吹 這個不能吹 我覺得這個是不能吹 因為 心理生理要全部加起來 才可以造成一件事 對 你敲門是急的 一個人一急就更加亂 更加亂 你更加做不到 所以你不要敲門 但是如果你太久 有些人覺得你在裡面搞什麼 我拿你少許精 不用交那麼久 有些人會這樣想 很難說 而且有些人是特別難出一些 不要這樣說自己 不是的 關我的事 我都想難出一些 所謂 難出些才是補你 那個意的 那個快雙手 我們聽眾說 為什麼你們奇聞變了說飛機杯 為什麼變了主題 我們想借著新聞 有時說一下回憶 Jerry很厲害 Jerry說我們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 變成了阿是以前的 今夜不設防 那個好看 那個好看 又可以吃煙 又不是這樣走 放在那裡就變成今夜不設防 尖叔、蔡蘭、危康他們 Fendy就說 大陸捐贈是不合法的 是不是 大陸捐贈不合法 合法我就不知道 大陸多些管制 我看到那些人 找捐贈是去大學門口 大學 放學 看人家的成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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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英俊 然後再看看他 這樣就自己對調 陳思安就是來自台灣 他就說 為什麼會只有100元這麼少呢 對 太少了 不是台幣 新台幣 400多 他那時候說到 這麼少人捐 這麼喊救命 為什麼不加多錢 其實我就說 100元 如果你重賞之下 哪有勇夫 如果100變200 會不會人數得得到 你一定會用100變過千 因為你現在 比例少得很厲害 上半年 即6個月 9個 假設你由100變1000 我相信下半年 起碼增加100 起碼以上 因為有些人 可能他很強壯 但我沒有錢 但我想 很強壯 發洩不到 我捐 我捐 那我不知道 我捐些給你 但你會給我多少錢 我覺得是有的 我想他不會 應該有限制 因為如果太多 是你的 難道我每天走去都行 有時隔一天 不可能 不可以的 你哪有這麼強壯 有什麼用 變成鼻涕水 流鼻涕水 他要限制著 你會繁衍下一代 他不能讓一個人不斷 都是你的 我想 有限期 一定有限期 人家要找精英 不是找精蟲 好了 Pan.de說 為何一級變成三級話題 我們說回一級話題 好 我們剛才說了天下太平 我和阿鵬在玩天下太平 嘩 這個遊戲很激 我們大家一起回憶一下 天下太平的遊戲 好嗎 我在網上 在99多年期 民國群組 看到有這張 天下太平的遊戲指 令我今天和你玩 才想起這個遊戲 是怎樣玩的 你一說過就懂得玩 因為我們年輕人 你有玩過 我沒有玩過天下太平 但我玩是東南西北 那是摺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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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太平 其實是我小孩子 可能跟我同一年紀 差不多年紀 那些小孩子 經常你知道 上學會考試 考完試後 那幾天都要上學 不過就讓你放外活動 去玩 很多女生 帶紫摺的女公仔 穿裙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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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太平沒有水 那批 好像我們那批 或者是三六九 簡單 三六九 我們也會 因為一張白紙 和兩支北極嚴格來說 這些是基本的要求 就可以玩了 所以這些是比較窮的玩意 沒什麼錢的小朋友 但說真的 就算玩這些 不要說有沒有丟鬥袋 真的很過癮 這些我覺得是 我們差不多年紀的朋友 是一個意識的回憶 因為天下太平 我相信一定有玩過 只不過你喜歡玩 或者你玩得多不多 是一個問題 但是玩 很多男生應該玩過 剛才你是匯曼宇 原來是 你畫完那個防護網之後 你再猜贏了 你就會畫飛機 高sir知道你怎麼玩過 我沒有玩過天下太平 糟了 那我們要說遊戲規則 為什麼說我沒有玩過天下太平 我嫌不太複雜 不是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我告訴你 你們清楚 等一些朋友 其實他們真的不知道 沒錯 首先兩邊先畫了一個田 沒有最後畫的 當一個田 接著就猜 猜贏了 猜贏了那個 就可以寫一個字 假設我贏了你 我寫一個天字 我連贏你四局 我就可以寫天下太平 總之誰猜贏就可以寫人 寫了天下太平 然後就起期了 要起三支旗 大家現在看到 這三支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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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贏了一局 假設我贏了這三局 我就起了旗 起完三支旗之後 就起防護罩 有些規例就不一定 可能大家說明 我們玩三個防護罩 或者正路就有兩個 兩個防護罩 沒錯 兩個之後 然後是起飛機 或是起炸彈 你一定有飛機炸彈 才可以炸人 炸彈 就要拿筆 如果你看那條件 就要刀前 即是用筆頭 這樣刀下去 令到你可以畫一畫 對 畫一畫 那畫就是槍的指彈痕 對 中點去到哪 其實是指彈 不過其實 年輕人當然是炸彈痕 正常你這樣刀 其實我們剛才跟花家姐玩過 是有些難度 原來挺難的 以前的男生 以前的小孩 經常出貓 等於我剛才都說 這些劍仔 會咬彈一點 一吃 吃你 這些都是的 有些技巧 炸彈推斜一點 呃 就是這樣就是 呃 結果就 如此類推 起完炸彈 有些人 我們玩到很亂 那時候規矩很多 規矩又不給人定 有些就說 要起三架機 或者起三個子彈 才可以射 才開始 起碼要有三架機 三架機才可以射 有些就說 不用 起到機就即射 那些有分的 如果輸光 就是把天下太平 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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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飛機,撿豆袋,放豆袋在那個位置 撿,或者跳橡筋繩,你們有沒有跳過? 我們跳橡筋繩,Fly圈,豆袋,踢演 踢演,踢演,我好厲害的 我都可以,踢演 兩位叔叔聽著,Kitty Wong就說 他小時候玩的時候,他心地好,太善良 他手下流程,他就不會炸人家的防護網 他心比好,他打算自己贏了的時候,再劃多幾個戰機 給對方,不要那麼過分,不要令人落花流水 因為他太好心,就令人反敗為勝 這些應用在哲學 做人可不可以這樣,是否應該不要去到盡 不要有公使盡力 其實一件事,當你留一線,別人知道 對啦 你就應該到你降風,上風的時候 你就留了 應該留給別人的一線 這樣才好 好玩,還有這些有告帝 沒有說你下下猜刑我,對不對 所以我沒有,高船 我沒有理由,留個位給你,看你輸得那麼慘 讓你射回兩球球 你真的射到,你輸了兩球,2比0 我讓兩球給你打個王就算了 誰知道你贏了兩球之後,你還硬撞你 對啦,你再弄多一顆 4比2 大家打個王就算了 Pen的伊華,聽完都不明白怎樣玩 對呀,是難明的 主要來說,是鬥差贏,然後不斷贏 不斷起自己的防衛網 主要來說,你一定要先猜刑 你有運,先贏 你經常贏的話 但說真的,你經常贏是沒有意思的 你起了,齊了的工具 他的天字還沒寫下去 那你也沒有意思 你知道嗎 其實你知不知道一件事 插包剪打 我可以告訴你 不是說運氣的 這個世界是沒有運氣的 是觸心理的 觸心理,那你先插一局 你說得對呀 你知道嗎 人家說看你出拳的時候 都沒有,我看著你的眼神 我們那天插就看著你的眼神 那你出拳包或者出拳子 那你一定是插了五、六局 你要想的嘛 是的,我們就想一下 猜你今天出什麼 不是說,並非說你 說運氣,你不要運氣 其實說真的,我自己覺得 都有技術可言的 還有,其實猜包剪打 跟猜妹一樣 猜妹發財都是觸心理的 是 經常叫八、九 即是自治者 其實很簡單 你猜十二十多人 或者自治者、木木把 那些1、2那些 你都會覺得人家 這傢伙經常出五、四 那我就會做 你猜開就知道 我跟十二歲以下猜的 我贏了九成 十二歲的年輕 以下的年輕 十二歲以下輸了九成 下次捉個年輕 牽香音說 圓筆頭不同 刨得太尖 是什麼意思 斷 你太尖 你不可以刨得太尖 你不可以刨得太尖 你太尖 這枝就對了 這枝最適合 這枝是出天的 但我們那時候 有規矩 都有談 不准玩這些絕招 一定要枝枝都尖 所以你一尖 隨時有時候 我試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太尖 一刷整張紙爛 試過 其實這招我出茅招 知道差不多輸了 大家沒有輸 玩絕招 這些是以前一種 我只不過和大家分享 是一種奸茅招 你這樣說 我想起一件很生氣的事 我小時候和別人玩波子棋 我一向捉波子棋都很厲害 經常都贏 有一次和別人捉 他又不睡巢 不睡書 你猜他怎樣 他裡面那顆死都不出來 結果吵架收場 不是啊 有些說 我那時候也是猜皮 所以說 你贏我不到 我不出來 其實沒有啊 這些是不好品 那你就要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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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ix 既然有哪些 那些人 太無 lesbian 是 就算被弄行聽 他時雖然用 Rabbit 有些很狡猾的 上一步拿一步 三歲還是八十 不過這些只是奸招 我告訴你 如果大家玩遊戲 都知道你這個人是怎樣 你玩都會瘦皮 如果跟我真做生意 你一定會瘦皮 如果要死 這些人永遠記住 小朋友的時候還可以 如果跟大人這樣玩 你都會瘦皮 小朋友都會 但是你長大 這些就小心 大一個就不是玩這些 大一個就看打牌 排品好的 人品 那些排品 我認識有些朋友 例如這樣 我請你吃一頓飯幾千元 五月通 嘩很爽 吃多一點 不夠 先煮飯 一到打牌 我認識了他十幾年 我沒有跟他打過牌 那次很高興 我忘記哪個生日 然後很開心 吃完飯 他請完之後 有一個說去打牌 我第一次跟他打 打 那麼好人品 平常都可以 一打到牌 他打了出來 我吃九番 雞七瓶八 吃了九番 然後他馬上 粗口 很粗口 你都吃我 你都吃我 我心想 大哥你打出來 我吃了九番 你怎麼吃 然後罵了 你怎麼輸 其實他不能輸 其實他不能輸 但他不是 他平時沒有 他只是落到牆 但他牽涉是輸贏 所以很有趣 有些人是這樣 你知不知道 以前外父外母要 你坐到這樣 不是 不是 我見到你倆說 我錯了 我告訴你一件事 為什麼以前那些人 外父外母去見女婿 就一定跟他打場麻雀 才會這樣 對 打四圈就知道 對 真的 你是不能忍 除了那些牌品 有些家長跟我說 他不一定要很兇 那人不一定很兇 有些看他的品是怎樣 豬來豬去 你知道嗎 豬下家 或者頂你 他都會覺得 這個人這麼兇 家長會覺得 心地 你對我女兒會不會 在北斗的葡萄就酸 大家攬炒 他會有這些心態 那你那場牌都不做 不交氣就糟了 那場牌幾大都打給你吃 輸幾千都要給 師王說 其實他如果不出來 就當輸了 捉波子棋那個 他如果不出來 就當你輸了 有些一定 說真的 很多遊戲都有很多 新的遊戲規則 譬如當年以前玩鬥獸棋 有正常鬥獸棋 我們一直吃下去 老鼠吃醬 醬吃絲 絲吃虎 虎吃豹 豹吃豹 豹吃狼 狼吃貓 那些一路下 他都反過來 有些玩到 任你定 其實規矩又 我們玩到最高境界 那時候反過來 正常老鼠吃醬 醬吃老鼠 老鼠吃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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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搞的 老鼠吃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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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壞 花家姐 他連鬥獸棋兩元都買 我忘記了 他兩毫 你玩開樂器 開樂器 在99到sir回來 要玩開樂器 去到99 打算埋州 有時候熊大了 要退後 90 1 2 人生就是這樣 很多事情從來過 我真的覺得 發明開樂器 鬥獸棋這些 很厲害 還有中國象棋 這些真是厲害 他不知怎樣想出來 我告訴你 那個飛行棋 真是不得了 入到他 單入去 你打他就打出來 不是 其實最慘的是什麼 最慘的是大家有玩過飛行棋 上到州 中間有個位置 可以被人飛過 炸爆機 你知道嗎 我們試過有些 上到那個位置 剛剛就等下來 就在那個位置 被人飛機 飛飛飛 就說 砰砰砰 結果你又打回頭 又要掩蓋 再抽馬式才起機 我通常都是三個六回大陸 扔到三個六回到原本的基地 很慘 其實有很多遊戲規矩 真的 你沒有說千篇一六 有些人喜歡玩 例如打麻將 雞七平八 雞八平九 任你的 很多飛行棋 也有 甚至大富翁也有 很多 其實規矩 大家最重要是賽前定了 Jerry 康諾棋 小學時經常玩 形式有點像桌球 他講的康諾棋 那些 四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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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棋子 我講過就是築棋 有一張紙 有很多圖畫 遊樂場 但你說科樂棋 我以前小時候讀,因為我讀性律師 那是社區中心一定有的 讀性律師,不用的,你家裡可以買的 以前你家裡去國貨公司,買了兩隻 一隻是橙色的 你也有嗎? 我有,兩隻都有,因為我以前喜歡讀 我讀性律師小學,我喜歡讀康樂企 那時候是怎樣,兩隻 一隻就買回來的康樂企 三隻腳,炭開 現在都來了 現在是塊板放進去 它有兩種形式,一隻有一個 中國象棋版圖 那些全部都是象棋 另一隻就是橙色的 有一個大回小回的圈 它就不能給你捉象棋 我對我兩隻都有,因為兩隻都要練 你不知道到時候參賽人家給你什麼桌子 到時候有桌球桌,有蛙蜊 有ECU 所以那時候,一年輕人 有分的,有義揚子,還有鷹爪 哇,這些小時候很熟悉 你這個兒童時期 我很多東西玩兒童 因為我們窮,窮就發掘 找要玩兒童 然後怎樣呢 最記得是怎樣 打這康樂企 有個奧妙的 我教大家玩兒童 現在還有沒有實用性 有,還有奧樂企 你記住 你開頭打,你不可以過這個位 四四方方 我只可以在這個位置這樣打 你不可以過來這邊這樣打 當然不可以 你打一下,打斜角 我教你一下 是打,因為他打一下 他打好這些牌 你要先打起他 十多隻牌 打好 有兩隻角 你要先打散別人 兩隻角 你打一下,你先打斜 打近代口 先起一起個洞 起到個洞 站一旦出來 然後大力爆裂 就有機會撞兩邊 一兩顆 那時我打比賽 那時小學打比賽 還有夠小回大回 那些板你可以噴壁泥豬 或者可以噴爽身粉 我們那時候說是落爽身粉 對,爽身粉令到它滑 你夠小回大回 小回大回是甚麼 不知道 有些跌了下去 你放回 例如這樣 對方的棋要放在我這裏 我要彈牆去救它 打它走 你要度角度 好像是假的 類似是假的原理 小回在中間大回 在後面 有很多的學問 真的很好玩 這些可以開班 真的 有不可以 現在真的很少 沒甚麼機會玩這些 除了小同群益會 很開心 阿鵬真厲害 年輕人多這些玩意 年輕人多這些玩意 去發掘這些 創意會特別好 難怪你這個人這麼靈巧 好了 講到這裏 差不多了 明晚我們繼續有節目 明晚我們繼續有節目 明晚我們訪問了夏維伊 不想投資嗎 一年兩個星期 她有很多事爆發 我沒聽過 那要留意 以前的感情 她的一些感情 會否跟林教肅 有些故事 不是林教肅 是律師 很多故事爆發 還有去很多香驗 古靈精怪的東西 夏維伊 就會很過癮 明天大家可以在節目之後 開始去我們的網頁 用PayPal去付費 可以支持下個星期開始的收費節目 或者透過恆生銀行戶口 可以付款去支持我們 早料價值109元 三個月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 多多一點 在這裏 多謝 你多個張Mask 其實一件事 這麼值得看的節目 在香港 在哪裡找 對 我也覺得對 所以大家真的記得 勇約捐雪 勇約捐雪 不是捐證 是捐證 捐證捐給別人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 在當年的雨時 話說 當年小學的時候 個個都要穿白飯魚 上體育堂 當然 老師要求 個個要洗乾淨白飯魚 才上課 否則會罰你 不讓你上課 有時媽媽就不記得 沒有時間幫我洗 之後 我就想到懶人的懶招 當時用白套牌的 洗鞋 那些膠 就當圖鞋 塗在鞋面上 如是者我查了一段時間 查完之後 有一天是下雨 放學走 離開學校等大廈 要經過一個操場 才可以去到這個學校門口 走這個操場 大概要兩三分鐘的時間 我走了大概 大半個操場 當時下大雨 但感覺氣氛不太妥 如何不妥呢 有些人 同學 家長 校工人 看著我 甚麼事呢 回頭一看 原來 就是我那些白膠鞋 當圖鞋 那天塗的膠 就變成泡泡泡 整個操場 整條路走 我走這麼久 整條泡泡龍 是這麼長 當時好雨 拿一把啫喱 啫喱臉 快走出門口走人 這件就是 我經典童年的雨事 提醒你 我都是庭啊 我都穿得到 有一點點 我都會看你 這個 我都會看你